作为湖南一哥,何炯的口碑与人缘有目共睹,何炯出道数年以来,鲜有不良新闻发生,而且乐于助人,敢于担当,在娱乐圈有相当的地位和名望。 当今湖南卫视主持界的中流砥柱的一哥,他善良真诚,谦和,又不百谱,特别照顾人,主持的节目更是高端上档次,他时而大气,时而幽默,既能搞笑又能善行,何炯是快乐大本营的核心竞争力,山间大学教师,娱乐主持,演员与歌手于一身,即一流学时,亲和力,极致,控制力与喜感为一体。 而主持湖南卫视的快乐大本营栏目长达十余年,为他缺了不少粉和累积了不少圈内人脉。 众所皆知,娱乐圈的水很脏,也很深,特别像何炯这种红了几十年,仍在红的明星,难免遭同行人眼红。 然而何炯是圈内出了名的好脾气,人人称他为何老师,可见他在贵圈也拥有了好人缘。 如今的湖南台的娱乐新闻基本离不开何炯,现在怀孕退出的新闻也一直与何炯捆绑不松。 何炯在娱乐圈混迹几十年,圈内人之所以都不敢得罪他,除了他的好脾气和好人缘,其实全靠他那超出于常人的智商与情商有着极大的关系。